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看了这部剧的预告 同志们 目前还未发现刺激眼睛的暗器 可放心观看 释放天性的小花旦郑爽饰演女主角 丽夏 我们大家最熟悉的套路就是 女主会遇到喜欢她的男主 还有一个男二作为骑士默默守护在她身边 说的难听点就是一个巨型的电灯泡 但这部剧可不一样 小主们的命没那么好 丽夏是从一个小县城考到浅穿衣中来的 和她一起考上的 还有她从小到大的姐妹 琪琪 琪琪是一个有情人家的小姐 丽夏就是一个普通人 两个人从进入浅穿衣中 认识了傅小思和陆志昂 还有遇见这几个人开始 丽夏的高中生活就正式启动了 丽夏的情感线只有一条 就是喜欢傅小思 最开始喜欢的是一个叫祭司的画家 对祭司开始疯狂的迷恋 刚进入校园的时候 她对一个少年一见钟情 好巧 那个少年就是丽夏喜欢的画家祭司 跟所有女生想象的理想恋人一样 傅小思是一个成绩又好 长得好看 还有钱 什么都好 就是脾气不大好的人 这种高龙怪会喜欢上普普通通的丽夏 喜欢上了之后 就成了那种眼里只有丽夏的人 不要否定小编 这种男生就是遇到了汇略口水变花式的那种 还有 你们没有猜错 会有秦迪阻碍 秦迪还是傅小思的青梅竹马 但是人家傅小思就是兔子不出卧鞭草 让秦迪本人觉得很没有面子呀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还比不上你和他短短的三年吗 这花是不是很熟悉 所以 即使有情敌出现 也不会影响两个人的感情 丽夏和傅小思毕业之后还是在一起 傅小思成了红遍全国的画家 丽夏就成为了傅小思的助理和贤内助 当剧情发展到这个高度 肯定会有意外的 然后化解了意外 男主和女主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不错 这不是老郭的风格 傅小思和丽夏没有结果 丽夏的主角光环才刚刚开始呢 丽夏最好的姐妹七七也是丽夏最大的情敌 七七也喜欢傅小思 还喜欢了七年 要是平常的闺蜜为了朋友的幸福 都暗念七年那么久 干脆也一直不说 这七七就是有点例外了 一次和傅小思喝醉之后 开始不可描述之后 怀了傅小思的孩子 再之后就找到丽夏 让丽夏把傅小思让给她 这闺蜜抢人 抢地也太瞑目张满了 所以小说中的结局就是丽夏成全了七七 把自己的男人让给了闺蜜 就悄悄地消失了 其实傅小思孤独的一个人生活 并没有和七七在一起 刚刚小编说的就是小说的走向 那这即将开播的电视剧版本 女主的命会不会好一点呢 小伙伴们 如果你是丽夏 不到这种情况你会怎么做 你会把男友拱手让个闺蜜吗 微信关注芳儿影视来和我们互动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看完的伙伴记得点击订阅 也可以微信微博关注芳儿影视 点关注不迷路 超哥带你上高速 哈哈哈哈